为了鼓励学童身处逆境仍然积极向上 台中市青云慈善基金会举办进步奖学金 表扬在不同领域表现优异或者是有所进步的学童 这天颁奖一共有23校106位学生受惠 有人是学业进步,有人是热心助人 不少人领取到奖助学金之后都希望能贴补家用 保有懂事上进的这一份心实在是难能可贵 颁奖典礼开始受奖同学依序上台接受表扬 这些学生都是在课业或是品行方面有所进步的同学 因而得到学校推荐 获得青云慈善基金会进步奖学金的肯定 变得发音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奖学金要怎么用呢 买一些文具 社会课的时候认真听讲 然后有问题就先问老师 知道答案之后就先记在课本里面 希望我们可以帮助这个清寒家境的学生 让他们可以认真读书 然后事实上不需要考第一名 只要他们可以不断追求进步 这样怎么会给他奖励 基金会表示连续多年颁发奖助学金给台中彰化地区的国中小学生 鼓励他们在各方面的好表现 这次共有23校106位的学子受贿 不少人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弱势 因此把这笔钱希望可以用来补贴家用 减轻家长的负担 给家里用 让家里 那你会继续努力 送给妈妈 送给妈妈 妈妈很好 又对我好 感觉很开心 然后就会 反正就是请家长把它存起来 在医院的协助下 清云基金会举办7次的进步奖学金颁奖 见证了这些年学子们遇见逆境勇于面对 不停追求进步的精神 期盼更多人真心为这群学童的进步来喝彩 解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